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 Take a look 我是Yuki 那今天要跟大家來評測的 就是由瑞典公司所推出來的耳掛式耳機 叫做Urbanista 究竟它跟其他的耳機有什麼不一樣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吧 那相信各位觀眾朋友 對於Urbanista這家品牌 是不是都有點陌生呢 在這裡Yuki也簡單跟大家來介紹一下 那Urbanista是一家專門製造耳機的瑞典公司 那同時Urban就是他們全產品的一個概念 並且他們產品都以這個全世界最知名的城市來命名 所以像現在Yuki的眼前有三款不同的耳機 分別就像是有San Francisco、Ibiza跟Rio來做命名 而且這三款手機都可以使用在像是Android、iOS以及你的電腦裡面喔 好 那首先我們先跟大家介紹的就是Urbanista的入門款 就是San Francisco 舊金山喔 同時呢這裡也是Yuki最喜歡的城市喔 那我們可以看到呢 在這裡它主打的就是有多款的顏色 那Tigeru呢這次拿到的是黑色 而且其實還有這個Colorful版喔 也是非常的特別喔 所以呢大家可以上它的官網看一下 那我們可以看到呢 其實呢這款耳機喔 它的外觀呢非常的簡約 而且有一點像這個蘋果的AirPad 那只是呢他們的氣孔的位置不太一樣喔 那同時呢它一樣也有提供像是音樂還有通話的功能 那最值得要一提的就是呢它線材的部分 大家有沒有看到它線材的部分呢 採用的就是扁平的線纜 這扁平的線纜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你在聽耳機收起來的時候 比較不容易呢打結 像Yuki使用AirPad的話呢 常常會打結 然後要聽音樂的時候還要把它解開 真的是有點麻煩喔 那同時呢它的這個耳掛的這個部分呢 採用的是矽膠喔 所以呢長時間戴起來的話也不太會有壓力 而且呢真的是比AirPad舒適太多了 那相信呢大家一定最關心的 就是它的音質表現到底好不好對不對 那經過呢我們Take a look的團隊啊 來測試之後 發現呢San Francisco這款耳機喔 它的這個聲音表現喔 比蘋果的AirPad還要來的大聲喔 主要就是因為呢它的主抗有32歐姆的關係 那同時呢我們也來試聽喔 這個像是流行音樂啊 舞曲啊 還有呢Live現場的這個音樂來做測試 也發現呢其實它的重低音 不如這個蘋果的AirPod還要來的好 那在這個高音表現部分呢 其實San Francisco呢表現得比較良好 因為呢它的音質呢不但比較寬之外 人聲的表現呢也比較清楚 所以呢在這裡喔 Take a look也覺得說 像San Francisco這個入門款的耳機呢 很適用於啊想要更換你的這個手機耳機的朋友 同時呢由於它的價錢呢非常的公道喔 再加上呢它的造型也非常特別 所以很適合啊喜歡這個表現自己個性啊 或是喜歡特別一點耳機的朋友來使用喔 接下來要為大家介紹第二款耳機呢 是San Francisco的升級版喔 它叫做Ibiza 那Ibiza呢不曉得大家知不知道喔 它位於哪裡 其實呢它是位於西班牙的一個小島上喔 是專門呢給這個觀光客啊來Party的一個小島 所以呢也是一個非常著名的城市喔 那因此呢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設計 是不是有微微的這個電音的感覺呢 搭配這個藍色有一點這個科技感呢 Yuki個人是還蠻喜歡的 那它呢它設計喔跟這個San Francisco有點不一樣的 就是呢在耳掛的部分喔 它採用的是這個Golf Fit細液的設計喔 同時呢在戴的時候呢不但非常的舒適 而且呢長久式配戴呢也不會感覺到有壓力喔 那同時它還有提供了三種不同的這個尺寸喔 可以來更換 所以呢也是非常的方便的 接下來呢我們可以看到喔 在這裡呢它也是一樣採用的呢 是這個扁平的線藍的部分喔 一樣呢就比較不容易纏線之外呢 同時也提供了像是這個音量跟通話的功能 那Yuki也發現了在這個耳掛的部分喔 它還有這個這個線控的部分 它所採用的就是有一點金屬感的設計喔 所以呢讓整個產品呢 感覺就有一種微微的金屬感 而且呢非常酷炫的感覺喔 那剛剛呢Yuki也提過啦 Ibiza呢就是這種DJ啊舞曲的一個聖地喔 所以呢他們的這個產品的理念 當然呢跟舞曲電音跑不了關係囉 因此呢它在音質的表現上的話呢 像你聽這個舞曲啊電音的話呢 它的音質啊還有它的這個重低音的部分喔 都非常的強調 不過呢如果你要拿這款耳機呢 來聽這個古典或是抒情音樂的話呢 表現就普普囉 好接下來要為大家介紹的第三款耳機呢 就是REAL 大家聽到REAL呢 是不是覺得好像有點印象 沒有錯了 像是之前呢有個動畫電影 李約大冒險啊的這個場地這個地點呢 就是在巴西的李約喔 所以呢相信大家喔 對於這個地點一定都不陌生對不對 接著呢可以看到喔 這款REAL的耳機呢 它的這個配色喔 是不是感覺非常的鮮艷 它可是用這個巴西的國旗喔 來作為設計的理念喔 所以呢Yuki覺得喔 也真的是蠻特別的 那同時呢講到李約 大家有沒有另外一個想法 就是像是這個氏族賽啊 Party 同時還有什麼 巴西的嘉年華 所以各位朋友 聽到這三個有沒有聯想到什麼 沒有錯 REAL呢就是以這個運動喔 耳機呢來作為這個設計的主題喔 而且呢它除了強盜呢 可以運動來帶之外 還有防水不易脫落 還有呢帶起來舒適的這些特點喔 所以呢這款運動耳機呢 真的是名不虛傳喔 那這款REAL呢 採用的就是IPX5的防水規格喔 而且呢它可以承受低壓的噴水喔 也就是所謂的流汗 而且呢像是下雨天的時候啊 也都不會有造成這個耳機的損害 Yuki個人覺得呢 它非常適合台灣的天氣喔 你說是不是呢 那在這裡它也一樣喔 採用的呢就是這個扁平的線纜之外呢 一樣也有這個音樂啊 調整音量大小通話的功能 接著呢我們的 Tommy大大在這個假日的期間呢 帶著REAL呢來騎單車喔 從這個天母呢 騎到這個圓山的花博館喔 那據Tommy大大表示喔 其實呢戴起來非常的舒服之外呢 還有喔 像是那個流汗的時候呢 也都不會受到影響 也不會脫落喔 所以呢可見它的防水功能喔 真的是非常的厲害喔 那REAL的音質方面呢 其實喔 跟這個San Francisco的效果是一樣的喔 因為呢它的這個音質呢還蠻廣的 那高音的表現也很好 那同時呢人聲也非常的清楚 那唯一呢小小的美中不足的地方呢 就是它的重低音不夠重喔 那總結來說呢 其實Urbanista喔 它每款手機的這個市場喔 非常的明確也可以符合各個不同的需求喔 像是呢 San Francisco的話呢 這款耳機喔 就可以提供給 像是想要更換原廠耳機的朋友 那Urbanista的話呢 則是很適合喔 喜歡像是這個電音舞曲啊 或是呢 一些Rock and Roll的年輕族群來使用喔 而REAL的話呢 則是適合啊 喜歡這個戶外運動啊 或是呢 喜歡這個爬山啊 涉水啊 的朋友來使用 所以呢 他們三款耳機的定位都非常的清楚 最重要的呢 就是喔 其實呢 他們的耳機價位呢 非常的親民喔 非常適合呢 對於音樂喔 有一定要求 但是又不想花大錢的朋友來選購喔 好的 這就是今天以上的評測 那影片下方有我們的連結 可以連結到我們的Facebook Google Plus 優酷微博喔 當然也別忘了喔 有我們Tagaloo的官網 那記得幫我們按讚 還有訂閱我們的頻道喔 那我是Yuki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